9月28日,中国恒大发布的公告,证实了许家印已被监视居住,彻底失联的传闻。 公告表示,本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。 本公司执行董事,即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先生,因涉嫌违法犯罪,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 截至2022年年底,恒大的负债总额高达2.4万亿元。 在这样的负债规模面前,许家印无论涉嫌多少罪名,可能都不会太让人意外。 所以,许家印具体的定罪,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理清。 但目前,许家印至少有三项罪名是比较清晰的。 第一个是非法集资,主要就是涉及恒大财富,341位能对付。 其总经理杜亮,已经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。 十几天之后,许家印也因涉嫌违法犯罪,被强制措施。 而此次一起被带走的许家印二子许腾鹤,也是负责恒大财富业务的。 杜亮就是他的下属。 从逻辑上看,绝非巧合。 恒大财富当年以高息回报为诱惑,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进场。 但到了2021年,恒大财富出现爆雷,无法及时足额对付。 截至去年底,恒大财富未对付本息,依然高达340亿元。 而根据此前的案例,最后的定性,基本都是非法集资,或者集资诈骗。 作为恒大财富的实际控制人,许家印自然难逃干系。 第二个是,非法挪用资金。 挪用子公司恒大物业,134亿元。 许家印虽然已让下海军潘大荣背了锅。 说自己不负责资金,当时没看内容,就签了字,对此事并不知情。 但这套说辞,到如今,肯定是无法蒙混过关的。 毕竟只要签了字,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 当然,挪用这134亿,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。 更严重的,其实是挪用了购房者的预付资金。 恒大债务爆雷之后,在全国范围内,留下了大量烂尾楼。 这些楼盘的大量预售款,原本处于监管之下。 其中很多都被恒大以不同方式挪用,最终导致大量楼盘烂尾。 给全国不计其数的购房者,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 如果罪名落实,那么连带着,相关监管也会被追责。 第三个是财务造假,分红套现。 此前,恒大发布财报,对2021年前的收入条件,高达6643亿。 也就是说,恒大一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,来扩大规模, 实现了营收与利润的迅速拉升。 亮眼的业绩,让恒大获得了巨额融资,不断加杠杆,推高债务。 有了利润,就可以大手笔分红,将钱装进个人口袋。 财务造假可不是小事。 康美药业财务造假300亿,创始人马新田被判了12年。 相比而言,恒大的造假规模,肯定要大很多。 那么许家印等,在其中又套现了多少呢? 关于这点,目前谁也无法弄清楚,我们只能做个简单梳理。 自2009年,恒大上市以来,累计分红733.86亿元。 许家印家族的持股超过三分之二,累计拿走分红超过500亿元。 也就是说,分红套现的大部分,还是落到了许家印家族的口袋里。 即使是到了2021年,恒大债务风险已经完全暴露,但恒大高层依然还想着搞特别分红方案。 虽然最后被取消,但由此可见,他们的贪婪程度,除了分红。 许家印等,还通过发债的方式来套现。 恒大每年都会发行优先美元债,收益率高达6.25%至12%。 优先美元债的意思就是,即便公司陷入债务危机,也可以得到公司的优先支付。 而这些优先美元债,就是特工给许家印及其恒大高管的,普通人根本买不到。 简单理解就是,许家印和高管借钱给恒大,恒大不仅要支付非常高的利息,而且当公司出现问题时,还必须优先兑付他们的钱。 所以,即便是到了2022年,恒大已经爆雷。 许家印、夏海军以及赖利兴,依然分别领到了4000万、5800万,以及200万的优先美元债利息。 某种程度上说,这就是变相的资产转移。 恒大财富也是如此,发行收益率高达25%的超收宝,也只有高管能买到。 在爆雷之前,公司高管和许家印妻子,全都提前兑付,不仅赚得盆满钵满,最后可能一分钱都没有损失。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隐秘手段,或者是违法手段转移套件,还要等整件事的水落石出。 其实,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,许家印的被抓,更合理的时间点,应该是在恒大债务问题尘埃落定之后。 因为从表面看,许家印对于解决恒大的债务问题,还是有着一定关键作用的。 但是现在,恒大的债务解决还没有眉目,许家印就已经被有关方面控制。 由此折射出来的信号是,许家印对于,解决恒大的债务问题,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,甚至可能还起到了反作用。 对于监管层而言,恒大这个烂摊子,最急迫的事情,就是解决庞大的债务问题。 如果许家印不起作用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,阻碍了恒大的债务重组。 那么许家印被提前控制,也就不意外了。 今年3月份,恒大曾经推出过一份债务重组方案,当时的计划是,优先重点处置好境外负债。 对于境内债务,恒大希望通过完成境外重组,来为恢复运营提供必要条件,并带动境内债权人,与其达成和解。 进而恢复有序运营,并逐步产生偿债现金流。 而按照当时恒大境外债务的重组方案,给债权人,提供了三个选择。 第一,用新票据按1比1替换旧债,新票据期限为10至12年,或者转换期限为5至9年的新票据,转换为恒大物业、恒大汽车或恒大上市股票。 第三,则是上述两者的组合,也就是说三个选择都需要发行新票据。 而这个方案,当时是得到了境外债权人认可的。 可是到了今年9月份,恒大的债务重组突然生变。 9月22日,中国恒大公告称。 由于集团的销售情况,不如公司预期。 公司认为,有必要重新审视建议重组的条款。 9月24日,恒大再次公告表示。 鉴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,正在被立案调查。 中国恒大目前的情况,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。 无法发行新的票据。 这就相当于,彻底推翻了,此前境外债务的重组方案。 而按照恒大当初的重组计划,境外债务重组,是推动境内债务重组的重要前提。 这也就意味着,在经过了多方努力之后,恒大的债务问题,没有取得任何进展,又重新回到了原点。 不仅如此,在恒大的重组过程中,许家印依旧还是说一套做一套,表面上承诺权力保交楼,喊出各种口号。 但实际上是各种躺平,消极处置资产,持续为债权人画饼。 发布的财报及保交楼数据,存在明显夸大,且很可能以离婚之名,逃避债务转移资产,把包袱扔给社会。 今年8月份,恒大发布的一份公告中,许家印妻子丁玉梅,被称为独立的第三方。 而在此之前,丁玉梅一直被称为,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配偶。 身份上的变化,折射出许家印,或许已经离婚的事实。 在恒大债务处理过程中,这种技术性离婚,显然涉嫌转移资产。 更关键的是,有媒体报道称,丁玉梅已经从香港搭乘飞机出境,不知所踪。 如果该消息属实,那政府派出的相关工作组,很可能出现重大纰漏,责任很大。 毕竟,这么明显的逃债嫌疑,利害关系的当事人,就这样,轻轻松松地出境了。 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拦一下。 许家印就算有滔天的本事,也不可能做到如此程度。 所以更因警惕的是,也许老板的背后,还有老板。 许家印又做了谁的白手套,向谁输送了利益,更是不能被忽视的重大问题。 而就恒大本身而言,由于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,破产重组,将是大概率事件。 但破产重组何时宣布,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 而即便破产,恒大遗留下来的问题,也依然需要解决。 当然,想还清恒大的债务,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解决的目标,只能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。 恒大目前总负债,达到2.3万亿。 其中有一部分是卖房子的预售款,剩下的,还有一点七八万亿。 其中,欠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钱,是6248亿。 这部分是要还利息的。 除此以外的大头是,欠供应商施工方的前一万亿。 后面恒大的结局,基本上可以参照海航。 那就是找另外几大家进场接管,然后进行破产重组。 把上可以盘活的资产分一分。 其中5000亿左右的预售款,应该是主要核心。 毕竟影响面太广。 要知道,绝大多数普通人买房,不可能是全款。 而是两个家庭6个钱包,两代人,共同背上了几十年房贷,财上的车。 拿出了过去30年的积蓄,背上了未来30年的房贷。 为的就是这一套房。 但结果呢,房价下跌不说,甚至还直接烂尾。 这就意味着,这些家庭这些年积累的财富, 以及未来可能有的财富,全部化为乌有。 所以必须继续保交楼。 而保交楼,就是找下家把这部分房子给盖完。 至于房子最终质量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再是欠银行的6000亿,降一降利息,再拖一拖。 剩下一些再坏账处理,这是中间部分的。 至于最后1万亿,供应商施工方的欠款,那就有点复杂了。 毕竟恒大的供应商施工方之中,不乏一些企业巨头。 而相对于,数量庞大的烂尾楼业主,前者只是钱的问题,后者是命的事。 所以这部分欠款偿付,估计会被大打折扣。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, 许家印及恒大的发展历程,是整个地产行业的缩影。 恒大存在的问题,在其他一些地产企业,也同样存在。 因此,许家印及恒大被开始清算,也意味着,整个地产行业的清算,可能也已经开启。 而接下来,我们需要关注的是,许家印之后,还会不会有第二个许家印出现。